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朱给您奉献的精彩故事 在2008年的3月24日 位于喜马拉雅山脚下的佛教的君主制的国家 布团王国首次举行了国民议会 成为了世界上最年轻的民主制国家 议会的选举是在布团国王的号召下进行的 布团成了民主国家的石头 布团周边的国家 包括西藏正在爆发有史以来最大的 藏人反抗中共暴政的骚乱 在孟加拉和尼泊尔国内 也在为争取民主进行生死的拼搏 而林博的印度政局也充满了混乱和冲突 布团却静悄悄的完成了 从世袭君主制到民主制的巨大转折 布团的民主进程不是一场革命引起的 而是国王以及国王的父亲做出的决定 他们认为民主制度是促进布团继续发展的最好途径 黄氏家族统治布团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 并且将布团逐步的领到了现代化的进程里边 曾经一度孤立于外界 发展水平还停留在中世纪的布团 于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 逐渐向世界敞开了国门 允许游客进入本国来旅游度假 1979年布团加入了联合国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布团的国民看上电视有了英特网 六十万布团人生活有了改善 如今这个曾经贫穷的国家 所有的适临儿童都享受免费教育的机会 国家的医疗保障制度也在不断的完善 国民的平均寿命由之前的不到四十岁到现在的六十六岁 所有这些进步和成就都离不开 不断多年执政的国王 兴格望楚克的一份功劳 2006年望楚克国王在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 吉姆梅望楚克之前决定在不断要实行民主制 我们看到不断了我们就想起中国 不知道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众多的国家 什么时候才能够有民主制的实现 中国的人民什么时候才能成为公民而不是居民 好了 咱们书归正传来聊聊今天的主题 今天主题是无处不在的中国燕子与乌鸦 在爱沙尼亚有一位科学家 他叫塔姆·库斯特 这个人他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工作 负责监管爱沙尼亚的军事研究和发展项目 他在2018年和2000年在位于意大利的 拉斯佩奇亚的北约海底研究中心工作 今年57岁 这个人在爱沙尼亚有相当的知名度 是个名人 库斯特在201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到中国去旅行 他在旅行的时候认识了一位中国某个旅行社派来的导游 叫李某 这位三十多岁的女性端庄大方 她具有东方美女的婉约气质 短短的几天 这个库克斯就被他迷得神魂颠倒 两人随机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在库克斯要离开中国前 这位女性向他摊牌了 原来他是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情报局的一名客工 摆在库克斯面前的是一碟美元和一盘录像带 同意被招募 今后少不了美元和其他的好处 如果不同意 那么这盘录像带就会寄给爱沙尼亚的检查机关 和库克斯的家人 当然库克斯不出意料的就成了中共的间谍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边 向中共的军方提供了大量的北约的军事机密 当然了 中共军方也没有失言 除了向库克斯提供了现金酬劳以外 还在中国为他购置了一处豪华的住宅 还有许多免费到其他国家旅游的这种优惠的待遇 一同被中国招募的还有另外一名爱沙尼亚人 这个两人在2020年9月9号被爱沙尼亚当局逮捕了 库克斯1999年获得了环境物理学博士的学位 后来在爱沙尼亚的塔林技术大学海洋研究所工作了几年 从事地球物理学与操作海洋学方面的研究 2002年他所在的研究团队还获得了爱沙尼亚国家的科学奖 从2006年以后 库克斯进入了国防研究领域 被提名为国防科学委员会的委员 那么这个中心的主要工作是进行海洋科学方面的研究 库克斯在这个岗位上可以接触爱沙尼亚和北约机密的军事情报 他在被捕的时候还持有国家秘密许可证和北约的安全审查合格证 很显然这位库特斯是被中共的间谍机关被燕子所捕获了 燕子是前苏联克格勃 对以色情勾引拉拢对象的女性特工的称呼 那么乌鸦就是男性特工的称呼 在苏联解体前 克格勃可是大名鼎鼎 大家都知道 其人力位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以色列的摩萨德之上 克格勃有一种间谍 女的叫燕子 男的叫乌鸦 是专门从事色情渗透工作的 前面我讲过 首先从各大院校招募 年轻漂亮的青年男女 当然首先是成分要好 要对党忠诚 他政省非常严格 然后进行三到五年的封闭式的训练 这个训练基地完全模仿欧洲国家的城市来建筑 他的街道 商店以及商店里面所摆放的这些产品 都完全是从欧洲运过来的 除了一般特工要进行的投毒暗杀射击 传递情报 驾驶各种车辆和掌握警门外语之外 还要接受各种模拟的审讯训练 另外最特别的就是要进行色情训练 对于燕子 他们的第一步是要打掉这些燕子们的羞耻心 具体的方法就是 首先教官会命令学员们围坐一圈 抽出一个学员当着大家的面脱光身上所有的衣服 然后每个人必须要大声的评论他的身体 然后就是下一个 这样人一圈 另外专门有老师去讲解性爱的技巧课程 到最后会从部队拉一些当兵的年轻人 让他们第一次被强奸 教官们会根据隐藏在房间里拍摄的那些录像来评论 这个人他的错误做法或者是不足之处 这样才会完全摧毁一个人的羞耻之心 才符合一个燕子的基本标准 最后从社会上抓捕一些流浪害 或者身体有缺陷的残疾人 让这些人和燕子们去发生关系 目的是无论对方有多么的丑陋 燕子们的表现都必须要符合教官的要求 时常有些人忍受不了这种侮辱而自杀 几年以后他们会被派往世界各地 各国的外交官科学家掌握军事机密的这些人员 就会成为他们主要摄取的对象 对于男学员就是乌鸦 他们其中有一种审讯方法 就是一群审讯者将这个被审讯的人 把衣服剥光 教官说 无论男女 当你赤身裸体的时候 你都会有一种羞耻感 而这种羞耻感就是 攻破你心理防线的第一道手段 科科博学校有一句名言 就是只要你是人 你就会有缺点 只要你有缺点 就能把你攻破 中共一直是从建政以来 一直向苏联学习 中共的比如说 我之前讲过的劳教制度 部队的33制度 等等很多 都是向苏联学习 那么培养间谍 肯定也会向前苏联学习的 那么中共究竟培养了多少燕子乌鸦呢 这个恐怕要等到中共垮台以后 这个秘密才能够大白于天下 但是我们纵观世界上许多的精英 权贵 政要 他们身边总能出现中国女人的身影 而且他们是明理暗理的在帮助中共 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些人 已经被中共捏在手掌心了 好 朋友们 老猪说故事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每周礼拜一到礼拜五 我在这里准时和大家相见 朋友们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点击小铃铛 咱们明天再见